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三国演义的故事 我们都耳熟能详 对于曹操 我们更是再熟悉不过 特别是在 曹操误杀吕博士 曹操那段中 曹操那句 命叫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负我 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心想 这人怎么这么狠呢 而尖熊这一标签 他是无论如何 也死不下来了 除此之外 与曹操同时期的许少 曾当面评价曹操伟 子至士之能臣 乱世之奸熊 我认为 或许这才是对曹操最公正的评价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独不懂奸熊曹操 不足以谈人生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公元220年的春天 洛阳城中弥漫着哀伤的气息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在病榻之上 有条不稳地安排着后事 在弥留之际 他没有表现出 视死如归的豪迈 也没有表现出 等闲适之的豁大 他只是缓缓地 安排着家人们的生活琐事 直到他闭上双眼 这个临终的老人 正是有着奸熊之称的曹操 对于曹操临死前的儿女情长 苏东坡曾这样说 平生奸伟 死见真性 后世人眼中 只看到了曹操的奸诈虚伪 却忽略了他的真情真性 正如历史剧 《军师联盟》中 曹操的那一声叹息 世人皆错看我曹梦德 对朋友真 最好的交情是成全 孟子又言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或许对关羽而言 曹操还算不得知己 但于曹操而言 关羽却是自己想要交付真心 想要结为挚友的那个人 建安五年的正月 曹操亲征徐州 天气尚未转暖 但曹军的气势却丝毫未被折损 此一意颇为顺利 曹军势如破竹地攻占下了批城 将刘备赶走 还升勤了关羽 关羽是曹军的俘虏 曹操却从未把他视为俘虏 他给予了关羽至高的礼遇 封他为偏将军 赏无数金箔 赐明居赤兔 还慷慨地重用他 但曹操的心里也明白 他能留得住关羽一时 却留不住他一世 他们注定是要走向 两条不同的道路 那一天很快就来了 当关羽得知刘备的下落后 他毅然离开曹操 回到雇主身旁 曹操的部下愤愤不平 想拦截关羽 但被曹操制止了 他淡淡摇了摇头 各位起主罢了 莫要再追 曹操与关羽是国事之交 在利益之上有一份真情 曹操欣赏关羽 不计前贤地给予了他很多 头贤爵位 钱财名马 这些都很宝贵 却还不是最难得的 最难得的是曹操给予了关羽 成全 何为成全 不是把我拥有的都给你 而是给你真正想拥有的 知道你心往何处 便由你去往何处 成全是最好的交情 也是最彻底的真诚 曹操的待人以真 也为自己赢得了一次生机 华容道上 同样重情重义的关羽 也用自己的方式 偿还了曹操当初那份欣赏 与成全 懂得成全 懂得不抢求 是一份豁达的精怀 更是一种无上的真诚 对敌人真 顶级的修养是尊重 曾经 陈公是曹操生命里的一道光 他是曹操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在他的帮助下 曹操收眼周破黄金 甚至他还救过曹操的命 到后来 两人分道扬镳 成功变成了曹操生命中的一道下戏 他不但鼓动陈刘太守 张苗等人反叛曹操 还与吕布相勾结 在曹操攻打下批的紧要关头 向吕布献祭 偷袭曹操的老巢 意图渔翁之力 可惜吕布不是曹操 对于成功所出的诸多计谋 吕布并不乐意接受 最终命丧白门楼 而成功也被绑到了曹操面前 是的 曹操再一次站在了昔日故人的眼前 只不过物是人非 故人已成阶下求 面对此情此景 曹操百感焦急 扮上后 曹操开口道 公台 别来无恙吧 成功知道曹操想说什么 他抬头道 你这个人心术不正 所以我才弃你而去 哦 我心术不正 那公台又为何去辅佐吕布呢 吕布虽然没什么谋略 却不像你那般鬼诈奸险 公台自诩足智多谋 为何又会成了阶下求 哼 我只恨吕布不听我言 要是他肯听 我又怎会被擒 不必多说 今日不过一死罢了 你死了 家中老母妻儿该当如何 我既已被擒 就痛痛快快杀了我吧 至于老母幼儿 那就取决于你了 二人的对话 就这么一来一往 决然地进行着 曹操不忍心杀他 但陈公却一心求死 曹操没办法 便吩咐手下 立刻送陈公老母与妻儿 回许都养老 如有怠慢 定斩不饶 说吧 眼泪已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陈公听吧 不再开口 闭上眼睛 引静赴死 送回许都后葬吧 最后 曹操落寞地说道 在情感层面上 陈公曾是曹操的恩人 在另一层面上 陈公却是他绝对的敌人 给予这位复杂的敌人 以充分地尊重 是曹操的真 他尊重陈公 弃己另头的选择 也尊重陈公 在其位 谋其事的所作所为 更尊重他 慷慨求死的志气 事可杀之 不可辱之 人不受辱 亦不辱人 尊重 是在人格层面上 真正把对方 视为平等 不吹捧 不蔑视 尊重朋友 也尊重对手 这才是最顶级的修养 对妻子真 英雄的底色是温柔 历史是男性的历史 在二十四世中 女性或是集体师生 或是沦为附属品 妻子不过是丈夫的点缀 女儿也许只是用来 交换的筹码 姐妹更是不配拥有性命 三国也不例外 但在曹操身上 却难得地见到了 男性对女性的爱护 见到了丈夫对妻子的温柔 丁夫人是曹操的正事 但膝下无子 曹操便把生母早逝的长子曹昂 交由他抚养 丁夫人对曹昂极为疼爱 母子二人感情很深 然而 好景不长 一切的转变发生在建安二年 这一年 曹昂跟随曹操出征张秀 突遭偷袭 为了保护父亲 曹昂主动断后 意外阵亡 曹昂一死 丁夫人悲痛万分 并把丧子之痛归咎于曹操 他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离婚 回娘家 起初 曹操以为他不过是一时想不开 想在娘家冷静一段时间 没想到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丁夫人却依旧没有回来 这下 曹操又着急又愧疚 便亲自去丁夫 打算把丁夫人接回来 曹操来的时候 丁夫人正在织布 下人来通报 丁夫人 丁夫人并不理会 曹操走过来 轻轻抚摸着她的背说 夫人 跟我一起坐车回去吧 没想到 丁夫人头也不回 话也不打 只顾自己织布 仿佛 曹操并不存在一样 曹操感受到了丁夫人的冷淡 心里一阵难过 她呆呆地站立了好一会儿 才反身走出了门 走到门口时 曹操又停了下来 对着屋里面 那个沉默的背影 她不甘心思地再问了一次 真的不回去了吗 那个背影依旧沉默 既然如此 那就随你吧 她在心里 向结发妻子 做了最后的告别 回去后 曹操给丁夫人写了一封信 告诉她 从此一别两宽 你是自由的了 多年以后 曹操病入膏肓 已不久于人世 有一天 她忽然愧疚地说 如若九泉之下 我碰见曹昂 该如何向她交代 她母亲的去处啊 到最后 丁夫人还是成了曹操 一生的缺口 对丁夫人的安抚忍让 是曹操的真情 也是曹操的温柔底色 我们总是习惯 变得坚不可摧 习惯把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外人 却在不知不觉中 把最坏的一面 留给了家人 其实 真正强大的人 懂得把坚硬留给世界 把柔软留给亲人 真正坚定的人 会无畏地对抗世界 更会温柔地对待所爱之人 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 才是生活里的真英雄 对家国真 灵魂的底线是坚守 曹操始称魏武帝 但这个称号 是由棋子曹丕登基后 所追逝 曹操终其一生 并未称帝 他不缺宏图野心 也不缺称帝的机会 却终究没有称帝 有人说 这是携天子 以令诸侯的伎俩 还引用他在 数制令中所言的 涉使国家无辜 不知当己人称帝 己人称王来作证 但数制令中 紧随这句话的便是 其还 晋文 所以垂称至今日者 以其兵士广大 牛能奉使周氏也 人人拒之匪之 怕他有篡位之心 但他却始终自比为 病力强大 也依旧尊重周天子的 齐桓公与晋文公 这恰恰是他对底线的坚守 他初心未改 他始终如一 他的格局本就在更大处 岳马扬鞭 逐鹿中原 建功立业 是表 旧黎民与水火 万狂澜与祭道 福大厦之江青 才是礼 对于家国的坚守 更是曹操的真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曹操终究是做到了这一点 这样的人 用尖字以蔽制 未免太过冤枉 就像鲁迅所称赞的那样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他是一个英雄 奸臣并非别人 为他签订的桎 而是他对自己所划定的底线 而是否坚守底线 正是一场对灵魂的终极检验 能坚守底线 灵魂便有了托底 能坚守底线 一个人就不会忘记来时的路 能坚守底线 理想才有了迈向远方的立足点 误解是开拓者的宿命 坚守却是灵魂的真 什么是假 口不应心 须与伪移 行不见诺 言而无信 什么是真 坦荡自如 时事求是 一约既定 言出必行 归根结底 真便是无愧于心 向往真性情 就是向往真实而纯粹的自我 拥有真性情 方可窥见人世间的千姿百态 活出真性情 才算活出了人生的精彩价值 曹操这一生 是真明事自风流 他做到了难得的真 至于是非功过 自有后人评说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